急難包裡面的話 我們有準備這個是銷火的 水瓶糧食 暖暖包 急難救助包裡缺一不可 定居在金澤市區臺灣人 強陣第二天所有物資全被棋 以防再有大型余震發生 要準備好我們自己的急難包 然後要準備好避難 所以我們收音機那些都是開著 那有預告說可能會在兩三天 就這一個禮拜內 特別是這兩三天 可能會有七級的余震 住家內貨架上通通清空 就怕突然斷訊 還得準備收音機隨時應戰 這位金澤居民前一天 到小松神社參拜 不巧碰上地震 還躲到避難所中 整整三個小時 目前的話是避難所有開設 這個我們都知道 然後也有讓 他跑馬盾一直在跑 有拿起個避難所 第一次碰到這麼大的 就是自我有記憶以來 大概就是 臺灣的921這麼大 嚇都嚇壞了 石川縣附近居民 生活步調也全被打亂 大街上空屋一人 因為高速公路 還沒恢復通車 部分巴士都無法運行 幾乎所有店家 都掛上停業公告 人們只能一頭鑽進 車站中唯一有營業的便利商店 大家都在超市車輪關係 就是怕還會有地震 像昨天一樣 如果斷水斷電的話 沒有吃的沒有水這樣 昨天晚上我是不敢回家 所以我是在車上睡的 怕半夜如果地震 我怕房子會倒 災後餘震不斷 居民只能備足 緊急物資 嚴陣以待 期盼不要有更多災情傳出 靜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上載 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 剩下載